好 直播開始了 開始先 白戲回來了 今天假期只有我和白戲兩人做 首先跟大家說說我們Patreon Patreon沒有50萬人 跌回到49 通常都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大家想每個月固定支持我們 我們下面有一條連結 按進去就可以每個用信用卡 過稅支持我們 另外 我有個電話都在BAR 大家可以用PayMe轉數快 節目剛剛開始之前 已經有一位第一時間PayMe 其實每一次做節目都差不多見到他的名字 不論我們做為盧不設防 他也有支持我們 我衷心多謝剛剛開始 今天有PayMe我們那位 平常心昨晚看完節目 今天也第一時間進來 另外按讚留言分享 其實我們一直在想 拜也有問過 做一節好 還是做三節好 還是兩節好 當然不會說說完就變 但我自己覺得昨天 我和阿朱仔做個節目 過幾小時後做一節 但你問我 暫時我看到的人數 不是我想像的那麼多 不是我想的那麼多 因為其實我們昨天都 幾用心去分享我們 這十年來在雨傘的看法 和一本好書 再加上我們去參加這個 北部都會和信心龍莊 所有的不知所謂的報導 大家有時間可以看回我們昨晚的節目 另外 霸氣的生日會 因為到這裏要看一看 因為我已經聯絡了主席 太太餐廳的負責人 我問過他那裏有多少人 他說四十人 就可以用完客廳 他沒有說報名最多多少人 其實我們已經 連同你們報名 連同我們已經 超過四十人了 如果你真的想來 真的想來就試問一下 我還有沒有位 因為以我們現在報名的 報名 我希望大家不要放飛機 的人數其實已經坐滿了客廳 看一看如果你真的想來 或者安排到時間 你試試WhatsApp聯絡 我看看還有沒有位 講回今日的情況 亦按讚留言分享 免費時間又說 我講十分鐘 叫大家給錢給錢 反而今天其實重陽節 假期裏大家 有多少人留在香港 我希望現在看我們節目的人 一定留在香港 但是今天看到小紅書 有Facebook就有小紅書的人說 香港人你不要這麼過份 因為其實我們 因為今天 明天後日都是假期 那些人就湧上北上 反過來他們就說 我們香港人不要這麼過份 如果反過來怎麼看呢 大班遊客這樣下來的時候 就是早兩天 十一國慶紅禁酒的時候 我上班來這裡的時候 極多人 十分之多人 我們又如何呢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那個情況就是 其實在這個時間 沒有什麼時候 等著霸氣定的節目的時候 我反而看看Facebook 有什麼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剛才看過 就說羅湖 行李過機 珠海澳 聯檢大樓 都排了40分鐘 香港人上去 現在要 但是你這麼樂意上去 其實 其實 看回現在上面 所謂什麼 性價比高 其實吃了一餐 都已經不是這樣說 以前所說的 一百幾十元 是不是需要 這麼迫上去 而又說 試到真的很好吃的東西 香港不是沒有好吃的東西 其實 正式來說 不論是茶餐廳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不是沒有好吃的東西 我要強調一下 只不過你有沒有用心去發掘 或者經過的時候 有沒有留意一下 這樣 另外 我亦都由這個 由這個 東周漢去 屈 如一 或者屈我 去賭賞員 我又提一提另一單新聞 今天黎智英 控告大公報誹謗 申請陪審團審理 遭拒絕 這個官員就說 因為涉及大量的文件 議題複雜 由於考試卷 可以這樣說 我知道其實這個 一個誹謗 是不是要陪審團 其實是少有的 也都可能是 未試過的 但是你那個理由 是不是大家所接納 我都不要緊 不要緊的 問題就是 你今天你的法官 去定了這個事實出來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現在不是判了黎智英 是輸了 只不過是 不可以 不可以有這個 陪審團 但是 到判的時候 法官你用什麼角度 用什麼去看法 就是一個人是基於 譬如大公報基於 不是事實的原因 說黎智英走路 又說出多少錢 去配合走路路 那是否要大公報 去提供一些 提供一些 真真實實的 去指控別人 現在別人說你誹謗 那別人沒有這件事 那你要揭露 他說有這件事 你到底用什麼 只用口說 或者等於我丙東周刊 你只說有個化名 什麼小姐投訴 你就會說了嗎 這件事說不通 因為趁拜還沒回來 我都很喜歡和大家溝通 Irman就說 尤叫太叔叔 你都不是很年輕的 你有沒有看到 一件事就是 大陸有個豬肉佬 用殺蟲水噴豬 然後賣出去 其實這些真的沒有差別 嚴格來說 我不是說恐襲 或者其他事情 其實是沒有差別的 他買出去就是 吃叉死人 和八仙飯店殺了一個人 賣豬肉出去 大家一起吃人肉 沒有什麼分別 大家留意一下 昨天有一宗新聞 有一間店 其實都不知道 是否說我現在說 撿了那間 就是賣豬肉 但是他就用冰鮮肉 扮新鮮豬肉 被人舉報了之後 已經脫牌了 跟著第二間過去 又是用舊牌 遲臨時牌 繼續賣冰鮮豬肉 這就是大家去街市 會選擇 我下次找賣這種肉的人 跟大家說一下 到底怎樣認真去分 因為我見新聞去訪問人 就說看上去是鮮色的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拆油 其實現在所有科技 要問以前的人說 到底肉是新鮮 有些人又說 按下去會彈起來 其實是否真的這樣彈 我不知道 真的要問清楚 所以有時候 肉當做越久 始終都是熟客 那些人對你有信心 等於今天說 大陸上去吃東西的就是 你真是不知道到底 好看賣相好 甚至無理說 吃下去好吃的時候 到底它裡面用了什麼美精 或者什麼肉 當然大陸很多人都標榜 因為很少冰鮮 因為它這麼多肉 雞都一定是新鮮 你又特意殺隻雞 還要用這麼多方法 處理那隻雞 我真的回答不了 也有人說 他們下來窮游 即是大陸 我剛才沿途回來 看到有些年青人 擺明是大陸在街邊拍照 他們有時手會抽著麵包 即是麵包店 我自己的旅行很懶 一件事就是手有些東西 但他們就很生活習慣 或者很慳健 就算是露營 好像在大澳 去貝奧露營霸 他們的肉 都在大陸買下來 可能是這條路順 或者他覺得自己不熟香港街市 他肯揹去做 沒辦法 誰叫我們歡迎他 其實我在村大 很多新鮮肉 是退役豬 婆肉下等肉 其實什麼叫退役豬 我都不太懂 平常心 但我都希望學到東西 希望有機會參加活動 告訴我 下等肉 其實我也會覺得 有時在街市 看到有些搞好的肉賣 其實裡面混了多少肥豬肉 你是不知道的 可以告訴你 二十多元 有一斤免治豬肉 這樣 他聲稱是新鮮豬肉 其實他用什麼肉 是不是隔夜的肉去做 我們都不知道 如果我還有一個買菜 賣菜的人去看 所以通常我都會買完 那塊肉 叫他馬上搞給我 我很少買搞好的豬肉 看看其他有沒有問 都沒有 反而我自己想說 我昨天去探監 我昨天去探監 又講了我探監的感受 因為昨天很少有 遇到那麼多熟朋友 包括去探監的時候 遇到惠寧 遇到羅健熙 各有各探的人 很多時候跟牛哥去 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 但牛哥比我更加熱情 對任何人都熟 包括我經常都講 那位在現在告 直接是恐怖襲擊的圖案 那幾位 因為判了罪那幾位 好像下個月十多日 就開始判刑了 大家都用安慰 對著家屬位 用安慰態度 不會破紀錄的 不會太多 因為本身那條最重 是終身監禁 那位揹了兩條 終身監禁 到底最後是怎樣 我們真是 希望好人一生平安 另外見到很多在裏面 我昨天見到阿廷 依然很精神 不是跟外面見一樣 但起碼我見到他的時候 沒有什麼怒倉怒感 另外何啟銘 又由我老友徐子健 從醫院出來 沒有那麼快康復到的 因為他始終都是大病 唯一一件事 就是在家務裏面 多休息時間 另外見到一個就是 是矮人 我們想高人矮人 矮人就是何俊仁 亦都跟他太太打招呼 談了很久 何俊仁給我的感覺就是 因為他病 有些病復發 人就是比較虛一些 看到是虛一些 還有明顯 因為裏面曬黑了 人受得很厲害 明顯感覺是老了 即是老了 在朋友特資 談凱邦跟他求情一樣 我認識的談凱邦 在外面的時候 都已經是比較 一個皮膚不太好人 有濕疹的人 你想想監獄裏面的環境 可能會更加差 大家希望對這些人 給一些祝福 大家集氣也好 希望盡快 四十七人案 判給一個結果 知道大家要坐多久 的情況 因為有些定了節目 我都是想等下拜回來再講 所以我還是拉閘去講 一些其他事情 因為今日 康徑不在 我相信我們不是這麼趕時間 因為今日 康徑不在 我相信我們不是這麼趕時間 因為今日 康徑不在 我相信我們不是這麼趕時間 另外 康徑的霸氣不是放假 康徑也是放假 就是紅日 一向都是放假 霸氣 我懷疑 我懷疑他應該是Hanover 不知為何未回到 但不要緊 做朋友的事 有些事頂得 頂住就頂住 因為我肯定 這題目是 拍戲每次很辛苦編出來的 那 他亦都 我應該怎樣說呢 就是 他的信念是 有時比我更加堅強 我不可以用硬頸來講 比我更加堅強 連鎖日式火鍋 牛一 屯門宣布 其實 其實倒閉了很多間 都很多間 倒閉了 我反而覺得今時今日 另一件事 我作為設計節目也好 算一下你別說他喝大了 我嘗試撥電話 看他睡醒了 不要緊 其實我另一個想做的節目 另一個想做的節目就是 多些出去支持黃店 多些出去支持黃店 其實有一間黃店 其實我都現在可以在這裡 和大家講一下 例如在北角有一間叫做 如火如茶 北角有一間叫做 如火如茶 如火如茶就是 小店來的 但是他那個手沖咖啡 所以 是 手沖咖啡 我覺得是 大家可以試一下 還有我現在在找一些他那邊的相片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時間去試完之後 告訴我 不要只是我去試 你們試完告訴我 這間的咖啡就是 咖啡店是 就是街頭小食 叫如火如茶 如果大家有時間在北角的時候 可以 上網查一下 魚火如茶 魚火如茶 在哪裏 不是魚火如塗 我沒有讀錯字 魚火如茶 在哪裏 可以去試完那些東西 告訴我 反過來告訴我 好不好吃 我現在先推介這件事 我推介這件事 如果大家在北角的地方 試一下 上網搜尋一下 魚火如茶在哪裏 它是豬腸粉的香港小食 但它亦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咖啡 讓大家去試 其實北角區有很多黃店 亦都好像李宇順 都有它的酸菜與麵 在北角 大家都可以撐一下 我現在另一個節目 就是想去多些 有機會在外面去撐一下黃店 不如我進去說 我們今天定了的題目 第一條就是 你還會有多些 紅白湯 也會有很多 紅白湯 你也會有共產 我會不會 你每次想去 rt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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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